當然網路上有一堆資料,像什麼呢?開放資料 所以你就打開放資料這個關鍵字 那這邊就會出現那個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Data.gov.tw OK 那當然如果假設 這個網址 Data.gov沒有.tw 不明示意檔會連到哪裡 如果後面沒有.tw 就Data.gov 點.gov的話 那會連到哪裡? OK,那會連到美國的 開放資料 也就是美國的相關開放資料,這上面可以查得到 OK 裡面相當的多啦 各類 的資料,你可以當然這邊也可以搜尋一下,你要找 美國的哪相關的資料這邊也有 總共會有多少個工作表,總共有32 32,32萬個 這個工作,Data set 這類似是Excel裡面的工作表 OK 那如果台灣的資料在這裡 這開放,當然就多有.tw 所以現在蠻好記得 Data.gov.tw 如果我是台北市政府的話 那就是 Data.tipay 不過他這個網址怪怪的 為什麼?因為人家一般是 Data.tipay後面可能要點.gov 點.tw 但是他後面應該沒有這個網址 所以會 被列為不安全的網址 是不是這個原因也有可能 不過 第一個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如果未來 你想要做一些其他的相關應用的話,你可以到這邊去找找看 剛剛那個dataset 實際上就資料集 裡面有全部的 你可以看到 在 台灣的 政府裡面 總共有多少 的數量 你可以看到這個Total 這邊都有了,總統府507 行政院的話有24,848個 這這麼多的資料 我印象中Total大概差不多是 5-6萬個資料 Dataset 那每一個Dataset 就是一個開放資料 也就是說呢,他會提供給你一個 資料 但是只有純粹Data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報表 或者有視覺化的結果 那變成你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OK 那我們其實就是希望怎麼樣 利用 這個Excel的工具 可以把有一個類似像那個 很 就是有點像 一塊玉石吧 有點像我還要在做一些切割 琢磨 打光等等的 才能讓他資料 呈現出來 大概是這個道理 OK,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 Type這個 然後呢,我就輸入一個關鍵字 切到 那切到裡面 我們也許我們用這個吧 就是 台北市的那個 住宅切到資訊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個資料是從104到110 9月 所以其實 基本上大概就差不多接近 幾年 大概六年的 這個資料量 然後呢 這個資料 其實也可以除了可以看出他治安的好壞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統計啊 到底每一年 他的切到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有沒有 可以看出說 我們治安是不是有惡化的 趨勢 所以他應該你可以用個 折線圖嘛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 你要怎麼樣把這些資料做統計 所以如果人家問你說 到底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怎麼知道 從這就可以知道了 當然除非是 警察吃案嘛 不過理論像現在在吃案的機會 還蠻少的 只要有住宅切到案件 然後他就會公佈 公佈說 這個切到案件發生在 哪個地方 OK OK 那這裡的話你會發現他的 什麼時間修改 然後什麼 下載的次數 另外最後有一個叫 CSV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這個資料格式 這個資料格式的部分的話 理論上如果你是 跟那個什麼 跟你是有能夠串接的話 其實最好的當然 就是用 CSV OK 如果假設他是其他格式 那可能還要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還有哪一些格式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格式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個 資料類型 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資料 主題 上一頁 或者你可以從 這個只有主題 他好像沒有按照那個 就是檔案類型 做個分類 這個 這個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其他的話 包含就像什麼 CSV之外 還有像 Jetson 還有像什麼 XML 那我們今天的話 主要是利用這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下載這個 點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下載 那下載的話 因為他是一個 CSV檔 所以我把它放 先放桌面好了 OK 然後把它存檔 好 這個時候的話就下載 那再來因為他是 CSV檔 那CSV檔我剛剛講過 他可以直接用你這個開啟 所以我就直接點開他之後的話 按下開啟 然後請你把這個檔案 找到之後的話 開起來 OK 所以你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看到 他提供給我們相關資料 上面會顯示什麼 這個我想你把它關閉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個是CSV 裡面就豆點 把它關掉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資料 他有編號 那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資料到底 有多少比數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按下Ctrl向下 Ctrl按鍵按住就按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 他會幫你把游標移動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 一列的位置 Ctrl向下 追蹤的意思 OK Ctrl向上的話呢 就是移動到最上面 Ctrl向左 那就移動到 最最 向右了 向左 OK 那你可以看到向下的話 這邊會出現什麼 他其實 是幫你做 編號 編號的話 3232 所以實際上 歷年來呢 大概從104年以後的切答案件 總共有這麼多 3232 OK 那首先的話當然 我們希望知道幾個訊息 所以 第一個把資料下載下來 OK 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想要知道幾個訊息 所以待會請各位 從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我剛剛講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這個檔案 裡面的話有相關問題 哪些問題我想知道 比如說 假設吧 我們很直覺的 哪個 區 的切答案件最多 那怎麼知道 所以要 第一個目標 畫出這個圖 第二個的話呢 哪十條街道 OK 切答案件最多 也就是說所有街道 可能上百條 台北市怎麼上千條 都可能 那當然如果你統計下來 這麼多 沒有意義 我只希望知道前十 前面 切答案件最高的 到底是哪幾條路上面 OK 然後呢 第三個呢 什麼時間 切答案件最多 因為他提供的資料裡面 就有一個什麼 發生的時段 那其實我們可以按照發生時段 來去做統計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 區哪一區跟哪個時間 的做教他分析 OK總共大概有四個問題 那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當然第一個哪一區怎麼做 區這個地方 做出來其實可以 可以是一個什麼 圓形圖 並且把 把最多的這一塊拉出來 其實 這個只要你熟悉 樞紐分析表 其實很快就做完 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用直條圖 然後 哪一條街 前十名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我已經做 做出來 不過 這怎麼做待會我們來 再說 哪個時間 最多 然後交叉分析 比如說哪一區 的各個時段 的一個狀態 好那首先的話呢 那另外 今天我們這個範例 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請各位 就是在 原來的工作表 增加 函數 聚齊 VBA 也就是說我希望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 先幫我用函數解決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錄製聚齊 第三個呢 再轉換成VBA OK 就是前面我們講的部分 有沒有我們前面講了 幾個練習題 原則上大概就是按照這個順序 來分別完成 所以今天也許啦 因為今天時間可能不太夠 也許我們就是先把函數先解決 然後呢 再跟 樞紐分析表搭配 其實就可以大概知道 剛剛那四個問題的答案了 那我希望 得到一個報表 跟一個 視覺化的 圖表 OK 如果你老闆剛好 你剛好就在 這個什麼 什麼 一些什麼 跟治安有關係的單位 那你其實就很快啦 我發現好像那個 上我的課的 其實因為我在 我們推廣部有開這個課程 來上課的很多都是 這個 警察局的 相關單位人員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 針對治安去做統計 他發現 這個VBA Excel 好像蠻好用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1個 我們需要針對這個資料 做什麼處理 因為如果我希望知道哪一個區跟哪一條路的話 那我勢必需要兩個欄位 也就是特別是一個概念 如果將來你要做樞紐分析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的時候 你是無法做出 做出那樣的一個結果出來 OK 所以你要針對 哪一個區的話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邊不是地詞嗎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詞 不等於區 因為區是在它裡面 所以第1件事情 你需要先怎麼樣 把區給抓出來 那怎麼抓出來 請你在1欄這邊點一下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欄 這邊叫區好了 OK 所以請你在這邊 再加一個欄位 叫哪一區 OK 區比較簡單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需要哪一條路 所以呢 因為地詞裡面 一定有哪一條路 或者其實要叫街 甚至還有叫什麼 市民大道 它不是路也不是街 它是道 所以可能有三種可能性 它是什麼路 也可能什麼街 什麼道 那我們就是一樣 在這個 這一個地點 的地方 按右鍵 一樣 插入 按右鍵插入什麼 這邊也許 多一欄叫入 或者叫入街道 因為可能是街 也可能是道 OK 好 那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 把 居欄裡面的資料 把它切割一部分 什麼 放到一欄裡面 區比較簡單嘛 區好像前面我們講過 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用什麼 文字裡面的那個MID 有沒有 如果你要什麼呢 你要文山區 信義區 中山區 你會發現 還好這個資料 還蠻整齊的 它的區的訊息 剛好就在哪裡 剛好就在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我只要什麼 TESTER 第一個問題 你的資料在哪裡 就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從哪一個字 剛好第四個字 所以這邊輸入四 那我要幾個字 剛好區剛好都三個字 還好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區有四個字 有兩個字 那就不OK了 變成說 這個地方區的處理 還蠻好處理 那你會發現 它會得到哪一區 文山區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點兩下 直接在這個 右下角的空點 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幫你全部做完了 然後你感觸向下 這邊都OK了 看一下 你可以檢查一下 結果應該OK了 那假如檢查完之後的話 那區比較簡單 比較難的地方 今天最難的地方 就在 這個地方 如何把什麼呢 把 這個地址裡面的 哪一條街 或哪一個路 或者是說這邊有沒有什麼道 市民道的道 反正這邊 大概原理原則 大概是這樣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取得的是什麼 取得的就是這個資料 但它 第一個 它 不在固定的位置 有沒有像那個 文山區 它剛好在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那比較簡單 可是呢 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不確定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的位置的話 那怎麼辦 你勢必 你就要想一個方式 把它的規則找出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規則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這一題最難的 因為這邊可能要做很多的邏輯判斷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抓這個 哪一個路或哪一條街的話 那可能就是說 我們還會用到之前講過的 第一個函數叫fine 有沒有 fine的話還記得吧 我們fine前括弧 那這個概念有點像 它前面可能是什麼字 可能是 可能是 如果有 有理的話 找理 那也有可能一種是 這邊有理 如果第二種情況是 他前面沒有理 他前面如果沒有理的話 那可能有什麼什麼 0 如果沒有理 可能有 就是 區 所以前面可能的 狀況就是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 區 那還有什麼 底下這邊應該什麼 什麼幾0 還有就是0 所以我們把那個 可能的狀況抓出來之後 就抓到前面 有這三種可能性 那我就把 這個位置先抓出來 再抓後面這個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接 也可能到 然後把中間的資料抓出來 放在這邊 就完成我們要的 只是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想一下這個路接到的部分 該如何完成 哦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